這個混沌之人一直是貫穿那個戰神系列始終的 一把武器 混沌之人他是一把鏈刃 可以召喚火的刀 對我自己的意味特別 小時候就覺得很酷很帥 新戰神開始他是為了救他的兒子 才重新把這個雙刀拿起來 守護自己的兒子 自己也有孩子 所以這個在一個父親的眼裡覺得是很感動 這個情節對我觸動很大 遊戲裡的兵器可能更多的就是代表 或者承載這個遊戲人物自己的背景 還有這個整個遊戲的文化 它不單單是一個冷兵器 段道是從去年三四月份開始的 從最早用木製品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好加工 慢慢要提升一些就是用鋁製品 它畢竟是金屬嘛 鋁製品到後來又不能滿足我的效果 所以我斷到工藝來進一步的達到質感 主要是想做細做精 前天還把腳砸了 沒有鞋就粘在腳上 溫溫在一千多度的時候 附近都會有三百度的 擔載機磨會崩東西 打到這個身上 然後直接從站著給我躺地上 緩了半天緩不過來 身體方面 辛苦其實是對我影響不大 最難的就是你找不到方法 因為沒有人可以傳授你這些技能 操作的時候用到的那種技術 都是你可能聽都沒聽過的 看視頻針一針計 翻譯軟件 一句一句翻譯一點一點學試驗 這個過程非常漫長 我那時候就想挑戰一下自己 失敗了大概五到六次 具體記不清了 做出來大概這麼大塊鋼皮 料不夠 然後又重新又做了一塊 然後把它們斷合在一起 這個層數稍微有點高 500多層 就是因為鋼不夠了又疊的 像餛飩真人這種立像 都得一年以上 最開始想用大馬適格來做 做的過程中 失敗太多了 然後我們用單缸來做 這就是最開始練習的時候 就是斷合不上 這個也是 這些都是 整個缸都廢掉 這種東西又沒有人教 好多都是給 然後一步步踩坑自己實驗 那你就得去試 就是探索精神吧 想把這個遊戲虛擬的東西變成現實 本身是一個挺有挑戰的事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遊戲冷兵器道具車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 就是你想做一個道具 它今天我可能是用了斷道 然後用了鑄造 施辣法 可能明天我就用木工的方式雕刻 然後用比如用尼龍 用樹脂 用各種各樣的材料 用各種各樣工藝來達到最終實現 現實生活是很枯燥的 我有一個遊戲世界 一個第二個精神鋪槍 然後我把那裡邊的東西都還原出來 讓我的這些觀眾 讓其他人都看到 讓人一眼就看出來像從遊戲裡拿出來 覺得你很牛